他刻意去讲说是政治追杀 我觉得是故意让社会动荡不安 然后刻意去把风向指向是民进党所为 然后另外呢 他之前去见了馆长 也跟馆长讲说 如果他真的被周压的话 他必须要动员人来包围 那这个是不是又跟馆长之前先套好了 想要利用这一次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的话 他就把它解读成是一个政治追杀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 现在的处理处理事情的模式 但我觉得其实只是在做一个 自我保护的一个政治动作 周压寇寇他有爆料就是说 他好像试图的想要赶快飞到美国去 其实行为好像跟应小威议员 要赶快逃离到香港的周围 有点雷同 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大举动作 去搜索柯文哲 不然的话据媒体所报的料 其实应该是在下周才会去搜索 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就去搜索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逃亡之余的话 不可能调调动作这么大 快来看到继续看到这个金华城弊案 柯文哲现在被这个连政署来约谈中 那么知道民众党现在十万火急 下午的三点钟 召开临时中委会 要来看看接下来的代理党主席 当然大家很好奇说 接下来的这个检方的走向 他柯文哲会不会成为首位 被法院收押的党主席呢 我们今天请教到议员许舒华 您是怎么看 其实史上第一个被收押的党主席 其实并不是柯文哲 在2020的时候时代力量的许永明 就因为搜索案的部分 涉滩的情况之下 已经被约谈 然后甚至已经现在入狱了 所以第一个首位的党主席被收押 绝对不是柯文哲 已经有潜力了 那柯文哲这一次在生压之前 所讲的这些话 有点在做一些带风向的一个动作 认为说是政治最杀政治破坏 他认为是民进党所为 我觉得其实金华城案子从头到尾 我们在调查小组里面 所调查出来的资料 很多的资料里面都是显示 就是他自己决行的公文 他自己下达的命令 那这个跟民进党的政治最杀 有什么关系 而且在昨天在这几天 紧密的约谈了这些都委会的委员 包括了这个彭震生 副市长 包括了这个黄锦茂局长 都已经约谈过了 相关关键的人都约谈过了 我想应该很多的 这个约谈的状况里面 应该都会显示是由柯文哲交办 那到底有没有金流的问题 最后呢 简调其实是针对金流的部分 如果金流有查到的话 其实就已经不是只是土力的问题了 涉及到有贪污的问题 那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 重要的一个侦办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现在他刻意去讲说是政治最杀 我觉得是故意让社会动荡不安 然后刻意去把风向指向是民进党所为 然后另外呢 他之前去见了馆长 也跟馆长讲说 如果他真的被周压的话 他必须要动员人来包围 那这个是不是又跟馆长之前先套好了 想要利用这一次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的话 他就把它解读成是一个政治追杀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 现在的处理处理事情的模式 那我觉得其实只是在做一个 自我保护的一个政治动作 好 那民众党一直都说 希望这个执政党要提出相关的证据 但我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很多媒体的报道 检方提出的证据已经很多了 那所以柯文哲像是之前 有一些说法都发现前后不一被抓包 有没有哪些争议 你有怎么样看法 其实他说谎诚信 也不是现在这件事情 其实包括他的政治现金的问题 包括他之前的很多的这些 包括在大巨蛋的问题 还有后面的北市科的相关问题 只要被爆出料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说 那个没有啊 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然后就轻轻带过 然后试图的去让外界觉得说 他是一个被迫害的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所以呢我认为说这一次的事件 其实民众已经看破他的手脚 也知道他的一贯的一种说法 跟一贯的处理任何事情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对他来讲 其实蛮重创的 包括这一次没有查到金流的话 我觉得动作不会那么大 再加上早上周玉寇 周玉寇他有爆料 就是说他好像试图的想要赶快飞到美国去 其实行为好像跟应小微议员 要赶快逃离到香港的周围 有点雷同 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大举动作去搜索柯文哲 不然的话据媒体所报的料 其实应该是在下周才会去搜索 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就去搜索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逃亡之余的话 不可能检调动作这么大 而且我觉得检调一定是掌握 非常多的关键重要的金流的状况 所以才会做这么大的动作去搜索 所以不要再去把这些事情误导 我认为说这些是柯文哲个人的所为 而且很明确的 他的形象整个是崩坏的 大家都觉得他好像 谢谢议员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讲说 现在民众党都在批点连搜索是没必要 但是不止您 包括像是立委吴思耀也在说 这简直就是在企图影响办案 他们昨天的整场记者会的受众很清楚 就是要进行大内宣 昨天的记者会是为了要 来对于这些小草予以情绪上的安抚 而且柯文哲也使出了爱兵之计 用这种非常低姿态 那也以自己世人不明 太信任人了 然后愿意用请假三个月 他尽可能的放低姿态 这一切都是做足了政治的动作 要满足安抚小草 对内巩固支持者 所以昨天柯文哲本人更是金句连发 这个金是惊吓人的金 譬如说 对他而言财团老板也是市民 又譬如说 民众党的一切制度 是参考民进党 到现在还搬出民进党 当然也包括柯文哲说 用私人民义购置房产 是为了可以有更强大的监督力道 这些话柯文哲嘎说 社会都不敢听 我确实看到刚刚民众党的两点声明 那这两点声明 我想都是 都是企图的 要来影响检调的办案 因为他们在第一点声明当中 他们民众党认为 检调搜索民众党党中央 是不必要的 没有充分的理由 那这样的说法 不就是你在侵犯 检调独立公正办案的权利吗 星期二晚基本上是因为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检调现在都在做这个收网的动作 那包含这个星期 就是昨天 就是大动作的去搜寻 关于这进华城相关的 所以我是觉得 预判星期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是说有什么 这个内幕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柯文哲昨天 现在他最后一场记者会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无法交代他的金流 也没有办法交代清楚啦 所以我是觉得 不管是民众或者是检调 他们一定看了他记者会之后 发现他的异常 以及不正常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 不只是柯文哲自己 政治现金的伪造文书 或作假的状况 那包含到这个所谓金华城 相关的 我没有涉嫌关于 弊案图例的部分 那一直延烧到最后4300万 现金买房子也无法交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锁的效应 当然检调说要不要收他 我觉得就本来就是迟早的事情 那也希望能够赶快 让大家看到真相 也不要让所谓柯文哲支持者 等待太久 我记得柯文哲 8月6号生日的那天早上 他严谊自己说 有人按了他门铃 就是送他生日快乐蛋糕 我觉得这样子的严谊方式 简直是在挑衅我们台湾的司法 跟检调单位 所以我认为他今天早上 6点多检调按他家门铃的时候 他不敢开门这种行为 我觉得非常糟糕 他是不是坐贼心虚 甚至到7点多的时候 呃 才有检调才能够自己进去嘛 所以我是觉得 呃 就是柯文哲他迟早要面对这些事情 而且我认为他还刻意的 带动一些民众党友好的KOL 去做一些挑衅 检调的这些风向跟言语 我觉得都不好 甚至还有人呃 呃呃呃说要号召 去包围所谓检调机关 我觉得这些都是给年轻人一个很差的 学习